各位商店朋友大家早安 大中午的我們在這邊幹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光滑跟三創中間 探討一個重要的問題 疫情嚴重 生活休閒娛樂有什麼改變 街坊 GO GO 疫情的發生嘛 所以就是平常我們休閒娛樂都改變了 你自己覺得在你的生活上 有沒有什麼大大的影響 戶外活動不能去做 打遊戲偏多 哦 對 這同學長這麼帥 你都宰在家很狼狽耶 哈哈 朋友早才出去 沒事就宰在家打電動 玩遊戲的時間變比較長 出去的時候會比較小心一點 要自己做條件 就是不可能一直宰在家 偶爾坐在家 戶外啊 走一走這樣 都宰在家很累耶 戶外啊 走一走這樣 去跑步吧 不然又爬山 平常都會玩一些什麼遊戲啊 電腦就是 英雄聯盟 英雄聯盟跟天堂M 哈哈 這遊戲女生會玩這遊戲 哦 女女生會玩的遊戲 小時候會玩那種網站上的小遊戲 比較常玩是像 Apex Legends那種 熱血高校 瑪莉兄弟 這邊有九個遊戲 幫我看一下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樣 龍之谷 還是魔物獵人 天堂 以前天堂那個 剛來的方面就是比較夯 然後它轉型到 這手遊方面這樣 龍之谷 清風之谷 天堂M 天堂跟絕對無力 還不錯 蠻回味以前 以前的東西全部都移植過來 蠻吃回憶殺的一個 還不錯的作品 那你對天堂M裡面 哪一個系統 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以前寫萌系統還不錯 認識蠻多人的 我經常看到就是天堂M CS也有 哦 CS也有 然後那個 2K21也有 CS 2K 2K跟2K 除了小生 剩下的 都玩過 對剩下的都玩過 你最喜歡玩哪一個 這一定不用想 一定是中間這一個 天堂M嗎 對 這遊戲最吸引的地方是什麼 侵懷版 雖然我沒有經歷到電腦版那時候 OK 你看起來蠻年輕的 對 但是就是被身邊的人影響 這是童年啦 CS跟風之谷 那你覺得怎麼一樣這些遊戲 不錯啊 就是童年 OK 只有風之谷 我也是 風之谷 電玩展會改成線上的 你們覺得改成線上這樣OK嗎 你們會去參加嗎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啊 一個從遠端 他自己在家也是蠻方便的這樣 本來去年的電玩展要去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也就 新陳也就取消了這樣子 因為他如果參加線上一些什麼 說明類之類的 比如說 他的遊戲啦 如果玩這樣之類的 我玩這個遊戲 我的目的是什麼 想要送一些 免費的虛寶啦 對啊 道具啊 有回答 電子的嗎 如果他有送就是序號的話 我覺得可以 哦 就是如果有福利的話 好了 不過我告訴你 確實感覺到 大家在這個疫情之下 這個生活習慣 著實有一些不一樣 很明顯的改變了 大家在家裡呢 可能愛打電動 電玩展他都覺得風險有點高 線上的也沒有不行 對不對 那大家喜歡玩的電動 五花八門各式各樣 還是最後一樣啦 平常生活的時候都 在家裡可以玩遊戲 多玩一些喜歡的遊戲 OK 沒錯 好 那我們街坊就下次見啦 掰掰